大型活動 到了最後 到了最後 很多的車輛沒有停在比較遠的地方的停車場 都停在整個 中坪路還是說 還是凱旋路 很多都凱旋路啦 金茂路 造成裡面人行道裡面喔 人行道裡面還有自行車步道裡面 的綠帶 草皮 都停在那邊 那個部分喔 我一年你也聽一下 那個組織是很好的一個官僚 是說人本 要用騎梯或是說要用走 結果現在變成 為了停車場 而且把我們的綠地的草皮都破壞掉 還有我們的人行步磚 也都破壞掉 這個問題 我覺得喔 我們雖然有停車場 可是 都是比較遠 所以說有些民眾 取得一個方便 所以說 就地就近就在停了 所以說有很多大型運動 沒有 很大型的活動 時間 都看了很多這個情形 我們是不是可以想這個辦法 我想說 在整個人行道的 是不是 黃鑽柱 不要把車丟進來 是不是這個部分喔 好謝謝 天明議員 首先我也很贊同 因為的確我們有觀察 在幾次大型活動下 原來我們規劃的停車場 或者是連道路我們都把它封起來 做它的替車停車位 旁邊的肉茶也走起來 但是還是有像您講的 這個車輛還是 騎上 開上人行道 去那邊停 警察不斷的在驅趕 也不斷在開單 但是 人潮汹湧之下 其實 這個亂象 好像幾次都沒有大書解 那 有什麼方式啦 有什麼方式 對 那當然 面對這樣的部分 一方面我想先 先提一下 就是說原來我們對中央公園 還有兩邊的道路 你會發現 這麼大的路 但是我們都沒有 路邊停車格 原來 這點我要先講 這個不要 不要了啦 因為我想知道 因為我們用人本的觀念 把那什麼 把那人行道 變寬了 所以說道路都變窄了啦 現在是很窄喔 所以我就是要說 原來我們在這邊 就是地攤創新 那有這樣的一個構想 所以這邊幾乎不讓車輛 在這個地方 有這樣的一個 停等待舵或其他 對對對 那現在倒過來 就是說 你剛剛提到的 這樣的一個現象 我們也有跟交通局 還有警政單位 大家有在討論 一方面 我們怎麼樣 在中央公園 這麼好 這麼漂亮的 退縮綠袋 空間下 那警官的 前提下 達到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那我們怎麼樣去引導 不要有這樣的一個 亂象發生 就像你剛剛提到的 有沒有一些 引導設施 或有一些部分 當然這要配合 我們的公園 這麼漂亮的地方 那這個我們後面 已經在進行 這樣問題相關的研究 可以先做什麼 防礦他們進來 那個人行道的 一個 十字路口 都反而 因為車子都會從那邊 上來比較多 都是十字路口上去的 所以說那邊先把它圍堵起來 這樣子 好不好 你用做一個 樹叢 或是說 灌木的 或是說一個 黃鑽的柱子 不要讓它進來 先把它做這樣子 好不好 我們會朝著 像你剛剛提到很好 就是利用綠色 利用樹梨 跟公園綠 來搭配之下 我們怎麼樣去引導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先來做這樣子 好不好 還有一點 我是覺得這樣 副司長你也聽我聽一下 我覺得那個地方 因為我們的公園太長了 你的車廠 都是放在 我們的福尚巷那邊 河南路那邊 可是整個這個中間的區塊 我們金茂路還有一個停車 大型停車 地下三層 不過在整個 那個北邊那邊 就比較少了 北邊也是 可是他過馬路 鋼滋衛 市那邊那邊 現在活動比較少 都是在這邊 這裡大型 活動比較多 都是自豪職業的所在 所以說 我們原則上 在那附近也要做 請那個交通局要設計 或是說要規劃一些停車場 好不好 這個部分 我是來做一個 整體上的規劃 好不好 我把這個事情 泡出來 我們森哥來規劃跟盤點 做一個研究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在 我 的確是 對 金區長 我們上 有港磁 中青路 大田 我們的港 要在那裡 中青路是不是 之前有做一個 整個路橋的改建 對不對 那當時 當時在中坪路 有做一個便橋 做一個便橋 就是 黎明路 到我們的一個 中坪北路那邊 牛浦橋的這個下游車 對對對 這條 現在中坪路的車流量也很多 因為我們現在 游走的話 都是金茂路跟中科路那邊 凱旋路那邊有一個路橋 我覺得他是 離我們中青路的交 因為整個中青路的 他的一個交通流量蠻大的 那我們 可以分流中坪路 整個過去 就直接可以到我們的一個 環中路 這個部分 是不是 你這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 那個地方的流量也蠻多的 而且現在我們 一些的建設 大的建設也蠻多的 所以說 是不是 來做個規劃 這我來檢討一下 因為原來那個是施工替代的便橋 對啊 所以他的結果 他整個的考量 並不是我們永久橋樑 這樣的一個 設計 對對對 要重新設計 對對對 所以這個我們來探討一下 那另外我們最近也在觀察 因為我們前幾天 我們剛才在橋上 我們國市 那個國道街 其實是剛通 那天我們在裡面看 其實他的車流的轉移跟相關的負荷也會有影響 那我想這個我們放在心上 我們會 觀察這個部分 那如果卻有需要 我們會來研究這相關的部分 因為74號整個 玄街國道1的北上 跟我們的中心交流 這個附近 這個附近 未來的車流一定會比較多一點 而且有辦活動的時候 那未來我們的 洲際棒球場 還有會展中心 這些大型的 還有我們的 中央公演所辦的大型活動 一定非常多 所以說我們預早來做準備 好不好 很多的道路的連通 來把它打通 還有路橋方面 這個玄街起來 能夠讓四通八達的話 我想這個塞車的侵求會變少 好不好 謝謝議員 來做這個規格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那也是一樣 跟你們有相關的關係 有我看 董事長 我們變電箱 我們現在都希望下地 可是我們現在所有的 我們的重劃區 區段徵收區 現在有 我們現在雖然說有我們的共同管構 可是共同管構 未來要如果要設立 我們的申請電 電表的時候 一定要還有電箱 變電箱 這個問題我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要思考一下 你既然說四大管線 它能夠用共同管構 那為什麼 現在就跟什麼消防酸一樣 消防酸之前有用著 用我們立體的 就是在人行道上 可是很多也都是因為 影響到人的通行 所以說把它做一個 跟自來水公司把它做地下化 那你們現在說要做一個試辦 就是在我們根深像 可能是在我們的巨蛋附近那邊 那整個要做這 它的整個長度有6公尺 跟2點多公尺 跟高是1點8公尺 那這些的試辦 我想是不是做一個規劃 我們應該要全面性來做 讓我們未來所謂的下地 未來民眾要申請用電 如果說建設公司他們用電量比較大 我想他們的地下室都會設置一個變電箱 那如果民眾他的土地很小 他的土地很小 可是他們面積不大 他所用的電不多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整合 做一個整合在某個區段某個區段 做一個整個地下的一個變線箱的位置 你一旦四隆觀章 整個我們用電 整個我們每一次 大家要申請用電 現在就三顆 你如果先起 你就先要帶你的變線箱 你前面就要設置 所以說造成很多困擾 而且很多說要找什麼地方要來設置 大家都要 他們頭上都不要設置 不要設置的時候要放在哪裡 不然你就要起床 你當然也是要先前到你家 可是真的附近很多大樓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溝通連結在一起 不要那邊也設那邊也設 這樣我覺得是對整個四隆觀章的影響 非常的大 這個部分你看 有辦法來做一下 來溝通一下 謝謝天馬議員 我覺得您很有前瞻性 這也是我們現在強力在推 強力要求台電的做法 那我們就是朝 減量整合 然後能夠內化 包括下地 這是我們幾個要求跟措施 那包括它的電液法 我們也希望它能夠去調整增設 包括它在部分的電箱 它應該有可以是設在 它部分的基地內 甚至有共享的概念 也許在這個大樓開發的時候 整個街區 因為大樓它會設在它裡面的受電室 你蓋裡會內化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一方面從它的法規 我們希望這個經濟部去突破 另外一個就是你手上看到的 我們就是用下地的這樣部分 那如果它能夠利用這樣的一個6公尺跟1.9公尺長寬這樣的一個空間下 它能夠把接鍋中間去做整合將來的供電需求 那事實上我們在人行道上或者在僅有的道路的旁邊的這些電電箱的問題 其實它就可以解決 所以這也是我們這一年來強力要求台電要去做的這樣 所以來講一下副市長 我要來講 因為我們開發土地蠻多的 我們開發土地的時候很多的一些公有土地 像我們的杜花局 像這些的一個規劃設計 像我們很多的公園 可以用地下化的一些的變電箱的一個場域 讓他們來放 這款的東西你怎麼不做 申請一戶就是要用一個變電箱 這樣讓頭上出入的都不方便 所以說越少 變電箱在檯面上越少越好 因為老百姓看到變電箱也會怕 而且我也怕有漏電 我講實在話 大家心裡都是一樣 所以說我們想說在整個開發土地 整個我們的一些的用電 用電我們的民生的用電用水方面 這些我想都是以後都是一定要地下化 不能說這都是在我們的一個土地上面 而且說申請一戶就要申請一個變電箱 這是不合邏輯的 所以說這個部分我是希望 我想說整體上都要整體的規劃 來做一個 市府未來我們開發土地以後 我們應該要做的一個設置的配置 好不好 對 這個非常贊成 因為民生抱怨 我想除了陳議員之外 很多的意見我們都接到 那我們前年在盤點 單單在我們的人情當中 類似像這樣的阻礙通行的 不達到我們的標準就已經500多處 是啊 所以我們拼命的減量 但是呢怎麼樣去去化 像剛才我們說的 要求台電來試辦 六月份即將它會完成 那我們會看看後面的成果 假設可行 我們會來強力推行相關的部分 好 我們是長期的規劃 好不好 一個長期的規劃下去 好不好 謝謝 請坐下 好 那我們那個 政委